你怎麼會這樣 對 就一直在等 一直在等 就在等那個機會 太想要出道了 走了很長很長的路 我就是感覺 積累了很久的能量 想要一次爆發出來的感覺 當時我整個人是懵的 PD沒有喊到我的時候 我那時候心想 不會吧 不會吧 在美國那段時間 會想很多 前一秒可能你在舞台上 全是歡呼 然後結束以後回到飯店 一個人在房間的時候 其實 會膽怯 但不會想要停下來 因為 想要讓喜歡我的人 看到我站在台上的樣子 你是會發光的星球 是我內心深處的摯愛與驕傲 未來不管有多遙遠 Evanezen 都會陪你一起抵達 我真的很喜歡讀他們的信 我真的很喜歡讀他們的信 真的 很有力量 會很有信心 做不一樣的人 也許會很辛苦 但 一定很有趣 我是林彥均 來威視 一起發行更有趣 這段時間以來其實 我在辦見面會嘛 那已經跑了好幾個城市 其實很多人會問我說 你會不會覺得累 或者是 你出道了 那短短的這段時間 你會不會 這麼滿的工作量 你有沒有覺得說 看不住 的那種疑問 但其實 說實話 我一開始 會覺得說 很興奮嘛 但其實 有時候自己安靜下來的時候 尤其是當見面會 結束了以後 知道 前一秒個人你在舞台上 全是歡呼 然後 很漂亮 大的燈牌 結束以後 回到飯店 一個人在房間的時候 其實 會覺得很空虛 因為 其實很享受當下的感覺 但 其實每次到一個不同的城市 看到當地的歌迷 然後 也有很多那種 從第一場 一直陪伴我們 一直每個城市 跑的一些歌迷 其實會覺得說 真的很幸福 我自己 到底有什麼 本事可以讓他們 這麼愛我 會有壓力嗎 其實 其實會有壓力啊 看到你們這麼愛我 但 某種程度上 我覺得那是我 一個 促使我進步的一個動力吧 對 只想要一直變強 一直變強 讓所有 那些為我奮鬥的歌迷 包括我自己 去讓一切變得更好 不愧慮他們 也不愧慮自己 希望五年後的我看到這段影片的時候 會覺得 嗯 你那時候很帥 然後 很感謝你當時做的這些事情 對 謝謝你們 嗯 好可憐 我們在這段影片 我們下次見 在這段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